联盟大事,场外风雨,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这个休赛期,整个联盟都因为杜兰特闹离队事件,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不过最终杜兰特还是选择留在了篮网 而在几天前篮网晒出的球队训练照中,并没有出现杜兰特的身影 篮网在这个夏天招兵买马,许约克拉克斯顿,米尔斯等人 又换来奥尼尔,牵下PJ沃伦和大莫里斯 显然,篮网在致力于帮助杜兰特打造一支更具阵容深度的球队 不过篮网现在最大的隐忧并不是杜兰特或者欧文 而是西蒙斯,纽约媒体担忧 西蒙斯是否真的为新赛季做好准备,他是否是配于杜兰特和欧文 对此,妹妹NBA Analysis专栏记者皮尔西直言 送走西蒙斯,篮网可争惯,而绝今恰恰需要西蒙斯 具体交易方案如下 篮网得到戈登加波普加决金29年选秀权 绝境得到西蒙斯 金甲交易市场开启后 奇才和绝境很快达成交易 绝境用巴顿加蒙特莫里斯换来波普加伊斯梅尔史密斯 随后波普得到了绝境两年3000万美元的提前续约 再过去一个赛季 波普代表奇才场均得到13.2分加3.4篮板 三分球命中率39% 波普在离开户人后,在奇才打得非常好 但是绝境如果在此时报价西蒙斯 他们将得到一套梦幻阵容 如今这个联盟 如果你不会投篮 那关键是客球队很有可能将你弃用 无论天赋多强 但是在绝境 他们恰恰拥有很多能得分的球星 唯独缺少防守核心和控球者 去年夏天 绝境和戈登完成4年9200万美元的续约 稍微有些一价 而且还有4年时间 确实是个累赘 如果他没有机会送走戈登加波普 搭上一个首轮千位长不可 当然 小波特和慕雷约基奇一样 都是非卖品 在绝境阵中 约基奇被认为是球队攻防大闸 他要在防守端承担很多工作 而西蒙斯可以分担防守压力 从1号位到4号位 即便送走戈登 西蒙斯也能弥补这一块短板 同时西蒙斯的控球能分担约基奇的组织压力 西蒙斯不擅长投篮 那就物尽其用 作为基奇 小波特和慕雷三巨头身后的军事 简单来说 西蒙斯来到绝境后 绝境可以各司其职 约基奇专注于投射和内线 波特付出后拉开空间 增加冲击力 慕雷专注于得分 绝境阵容深度足够 但是现在约基奇身上的压力太大了 而上赛季当慕雷无法付出 小波特赛季报销时 约基奇自己带队确实非常挣扎 西蒙斯能成为关键一环 绝境也将脚乱西部格局 而对于篮网来说 这笔交易只赚不亏 首先 篮网并不缺少控球手 在哈登离开后 杜兰特主动扛起组织重任 虽然他控球伴随着很多失误 但是指望杜兰特或者欧文 把球权彻底交出来 给西蒙斯非常不现实 其次 西蒙斯已经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打球 他需要适应时间 而此前西蒙斯拒绝出战进后赛 已经引起篮网对内球员的一些不满情绪 简单来说 西蒙斯对于篮网实之无畏 而得到绝金的波普 戈登已近二九年手轮迁 篮网阵容深度将大幅提升 波普可以专注于打二号位 戈登可以分担杜兰特攻防压力 其两人都有不错的投射能力 戈登也是极具爆发力 篮网侧也不用再担心无人可用 而杜兰特和欧文再过去三年也证明 他们身边似乎病毒需要球性 而他们更喜欢角色球员来帮他们做一些暂活累活 甚至说篮网可以接下来用二十九年首轮迁 继续尝试交易 步枪球队实力 总之 这笔交易方案 既能够满足绝金对于防守和球队组织能力提升的需求 又能帮助篮网甩开西蒙斯这个包袱 彻底围绕杜兰特和欧文舰队 如今既然杜兰特决心留在篮网 篮网他们必须全力打造争冠阵容 名下欧文很有可能自由身离开 杜兰特继续闹离队 下赛季对于杜兰特和欧文很重要 对于篮网也是如此 留给他们拼尽全力的时间不多了 而另外一边 勇士在今年夏天捧弃总冠军奖杯后 告别了小佩顿 波特 别利查 安德森等多位重要角色球员 而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 自然是维金斯和普尔二选一的问题 薪资空间有限 看起来很难抉择 不过勇士目前阵容依旧存有短板 随着杰迈克尔哥林和迪文森佐的加盟 勇士在侧翼已经囤积足够多的激战力 唯独内线 还是只有卢尼以及长期病号怀斯曼可用 从推迟维金斯和普尔续约开始 勇士由于将球队不稳定因素往后延伸 而现在他们有一个增补内线的好机会 得到萨伯尼斯 美媚NBA Analysis专栏记者詹姆斯·皮尔西撰文 列出一套三方共赢方案 具体如下 步行者得到霍姆斯·加怀斯曼·加莱恩·加库名家 国王得到麦尔斯·特纳·加希尔德 勇士得到萨伯尼斯 之所以拉近步行者做三方交易 是因为步行者能够提供给国王所需要的激战力 同时步行者也能接纳年轻天赋球员 如果步行者送出特纳·加希尔德的怀斯曼 这个昔日房年家其身为新秀库名家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无人或被抛弃 先来聊聊这笔交易对于步行者的意义 步行者迈入重建轨道 他们未来版图中不再需要特纳和希尔德 这两人力对只是实际问题 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 步行者和胡仁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 所有人都知道 胡仁未来两个首轮前价值连城 但是步行者为此要持下为少的大合同 且双方都在犹豫不决 相比之下 这比交易方案更现实 库名家菜鸟赛季场均9.3分加3.3篮板 宠击力十足 身体天赋极为出色 况且他只有20岁 上线不可顾量 步行者可以将库名家作为四号位的重点培养对象 而怀斯曼虽然在场赛季没有出场比赛 但是在了赛季11.5分加5.8篮板的数据 况且是20年的榜眼秀 很年轻且有不错天赋 步行者并不会吃亏 对于国王来说 这比交易同样值得考虑 国王在半年前交易得到萨博尼斯 但是和福克斯的配合非常一般 两个人都偏向于组织 投射能力有一些不足 福克斯擅长快攻 萨博尼斯则偏向于半场阵地战 相比之下 特兰的吃饼能力和护矿 希尔德的投射 都有助于福克斯的发挥 国王今夏招兵买马 包括千夏湖人旧江鸿克 交易得到许尔特 他们显然会在下赛季相机后赛发起冲击 而他们只需要付出莱恩和霍姆斯 就能迎回希尔德 同时内线定地实力并没有明显下降 而这笔交易对于勇士来说 尤为重要 其实近两年时间 D只有传出勇士有意 萨博尼斯的消息 再过去一个赛季 萨博尼斯代表步行者和国王出战 场军可以拿到19分加12篮板 他只有27岁 在步行者的五年时间里 萨博尼斯成长迅速 已经跻身全明星行列 萨博尼斯非常适合勇士 主要有三点 起义 他可以和格连互补 当格连去限制对手小哥核心时 萨博尼斯可以镇守篮下 他的技术和移动能力比卢尼更出色 其二 萨博尼斯有一定中远距离投射能力 且非常善于低位创造机会 如果他在低位吸引包家 将为水花兄弟创造更多轻松投篮的机会 其三 萨博尼斯的移动挡拆能力是联盟顶级水平 换句话说 勇士所有能投射或者单打的球员 都将因此收益 简单来说 勇士未来换取现在 如果得到萨博尼斯 勇士未免概率大增 其实对于步行者和国王来说 任何交易方案 只要有利于他们接下来的目标 那自然都不会太难 但对于勇士来说不太一样 怀斯曼自从来到勇士 饱受诟病 而且身体状态也让人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 勇士官立层一直拒绝交易怀斯曼 还是希望年轻的怀斯曼能够打出身价 而库明加菜鸟赛季就得到重用 他和普尔 怀斯曼 目的被认为是未来水花兄弟的接班人 勇士是否愿意用未来资产换取 现在级战列的提升 是这笔交易方案的最大难点 当然 水花兄弟已经不再年轻 勇士在明年夏天所面临的难题 不仅仅是如何留住维金斯和普尔 还有格林的提前续约 勇士想平稳过度 内线目前有卢尼 怀斯曼 格林也能打5号位 这没太大问题 但如果勇士想抓住库里生涯尾巴 保持球队竞争力 提升内线实力实在必行 甚至说得到萨波尼斯 可以为未来送走格林做铺垫 毕竟格林也是勇士管理层的一个新币